入冬最强的寒流全台湾都有感 屏東北大午山在今天凌晨出现雾松 就在大午寺以上棱线产生了雾松 由于水汽不够 因此预估在中午过后就会慢慢消退了 也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到时候步道积水会比较湿滑一些 而另外在网路上盛传 高雄茂林情人谷也飘起雪来了 但是区长一眼就认出 这影片的地点不是当地 宛如银败世界般梦冠 数字上出现绝美雾松 大量白色冰晶凝结 远看也像树上洒了汤霜 山友拍下不同角度的美景分享 位在屏东海拔3092公尺的北大午山 24号凌晨棱线出现雾松 在步道的8K也就是大午池以上的 棱线上面发现有产生雾松的情形 汗流发微山头白茫茫 美得让人惊艳 但由于水汽不足 预估24号中午过购 雾松就会消退 只是当地难度在国家步道中 属于第六级最艰难步道 一旦融化步道恐怕积水湿滑 登山也得更小心 另外网传这段画面白雪纷飞 车子屋顶全染白 标题写下高雄茂林情人谷下雪 但一比对场景似乎不对 入冬最强寒流发微 雪白世界让人期待 就怕民众被误导 赶紧澄清茂林情人谷 没下雪啦 记者综合报导